我和妻子结婚二十多年,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也算和睦幸福,我本来以为会一直这样下去,却没有想到,我竟然发现了妻子不堪入目的秘密,这秘密差点将我害死,我也险些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心。 我叫王超,今年58岁,在一家私企电气厂,做流水线县长,我从初中毕业就在这家工厂做工,在这工厂,我认识了我的妻子,她是我们制造车间的文员,也是我们厂的厂花,那个时候我们工厂男多女少,我在一众男人里实在很是平庸,是个学徒不说,也就普通人的长相。 但妻子楚红,却一眼相中了我,疯狂地追求我,并引诱我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一次中招,怀孕了以后,我们就结婚了,转眼之间,我和妻子都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而我也从小学徒变成了流水线县长,妻子也从制造车间的文员变成了老板的秘书,我们有了两个儿子, 都已经研究生毕业,在村里的大家都很羡慕我,说我王超这辈子有福气,娶了一个好媳妇,生了两个儿子,儿子还都考上了大学,我把我们流水线的工作安排好以后,就去线上巡视, 两个正在打螺丝的员工,窃窃私语道,你看到了没有,楚红那女人,又去老板办公室了。 另一个员工一边打一边继续说道,这有什么,楚红是老板的秘书,去办公室不很正常吗? 正常个屁,那天我尿急,去上茅房,路过老板的办公室,里面传出来了那种叫声,这老板六十多岁了,没有想到,竟然玩那么花。 另一个员工一脸震惊地说道,你不要胡说,工厂这么多年轻的小姑娘老板不找,干嘛找楚秘书? 你个傻逼,你懂什么,楚秘书虽然年过五十,但风韵依旧,那大长腿,翘屁股,小西腰,说三十岁都有人信,我给你说,那天老子真的听到了老板和楚秘书那啥的声音。 我听到这两个员工的对话,心沉到了谷底,我们这工厂并不算大,就三个车间,都在一楼,员工上厕所的时候,正好路过老板的办公室,当初老板把办公室建在哪里,是想要看一下那个员工耍滑头,上班跑厕所。 所以那个员工说的话,我是有些将信将疑的,再加上老婆这几天,跟着老板出差去外面谈订单,好几个晚上都没有回来了,我的心里更是和蚂蚁啃食一般,老板今年六十多岁,妻子在年前去世了。 这孤男寡女的员在一起,我老婆有那么的美丽诱惑,我不敢想象,如果楚红真的出轨了老板,背叛了我,我该怎么办? 下班铃声响起,楚红从老板办公室踩着高跟鞋,扭着细腰走了出来,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感觉楚红在走路的时候,双腿之间有些不自然,心里一旦有了怀疑的种子,就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楚红走过来的时候,下班的员工都在看他,他像是没有看到一般,走到我的面前,笑眯眯地说道,老公辛苦了。 说着他就挽住了我的手,看着楚红艳丽漂亮的小脸。 我心里再一次地沉了下来,我比楚红大八岁,再加上他会打扮,长得漂亮,我们走出去,经常有人误会我是他爸爸,我每次都会不高兴,楚红就会哄着我,我们回家以后,楚红就去洗澡了。 他洗完澡以后,我已经把饭做好了,我看着楚红从洗澡间出来,心里有了打算,我走到楚红的面前,一把抱住了楚红,把他压在了床上。 楚红没有想到,我会突然如此,瞪大眼睛说道,老公,你,你这是要做什么呀? 我把手放在了他的屁股上,故作色眯眯地说道,这还不明显吗?我们很长时间没有了,今天在车间的时候,看到你穿黑丝短裙,我就忍不了了。 说着,我就要把楚红身上的玉袍扯下来,楚红的眼里很是慌乱,他眼波流转,眼睛止不住地闪动着,一边挣扎,一边对我说道,老,老公,我那个来了,不舒服,等好了以后,我们再来好吗? 见他如此,我心中冷笑,怕不是那个来了,而是身上有不可让我见到的东西吧,不过我只是听那两个员工说,手上也没有证据,如果我霸王硬上弓,真的有哪些痕迹,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停止了动作,对楚红说道,等你好了再说吧,饭我做好了,准备吃饭吧。 我说完这些话的时候,明显地注意到,楚红松了一口气,第二天早上上班以后,我从物料的箱子后面,清晰地看到了楚红抱着文件,穿着高跟鞋,扭着细腰去了老板的办公室,我心里有了打算,偷偷地跟了过去,在楚红进入老板办公室以后,向来不拉窗帘的老板,竟然把窗帘拉上了。 我躲在窗户下面,听到了老板和楚红的对话,楚红娇声说道,老板,你等会的时候,可要轻一点。 不要在人家的身上留下痕迹,昨天王超那臭男人,想要了,如果不是我反应快,就被他发现了。 听到这话,我差点晕了过去,楚红这个贱人,我的妻子,真的出轨了,背叛了我们的婚姻,我们在一起二十多年,他当上秘书也有七八年了,他和老板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不敢相信,但愤怒竟然致使我的情绪冷静了下来。 我套出手机,打开录音软件,准备把他们的对话录下来,作为证据,我打开录音件以后,就听到老板满不在意的说道,怕什么? 王超你还不了解吗?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了,他都没有发现过,工厂的员工都能看出来,他都看不出来,你说他有多蠢吧? 我气红了眼,钻紧拳头,想要把这对狗男女给碎尸万段,可我不能,我没有了楚红,我还有我的两个儿子,我忍下心中的愤怒,继续听,里面就传来了他们不可描述的声音,我把这些对话,声音都录了下来。 我正准备离开的时候,老板的女儿陈月走了过来,看到我蹲在地上,好奇地问道,王献长,你蹲在地上做什么? 陈月这声音并不小,里面的人许是听到了动静,立马停了下来,我打着哈哈说道,鞋带松了,系个鞋带,陈经理你什么时候来的,是来找老板的吗? 老板只有一个女儿,就是陈月,大学毕业以后,就在这场里当项目经理,她有四十多岁了,还没有结婚,也不知道为什么,陈月点了点头说道,是这样啊,王献长,我正好有问题请教你,我接了两个外国的电器项目,你看看我们能不能做。 说着陈月就让我去了她的办公室,我跟着陈月去到了她的办公室以后,陈月让我坐下,给我倒了一杯茶,我捏紧茶杯,不安地问道,陈经理,什么样的电器单子,我看一下,王超,你是真傻,还是假傻? 陈月已在办公桌上,她今天穿了一身修身的职业套装,陈月是那种冷艳美人的长相,厂里不少人都在垂涎她,说如果她年轻一点,非得追她。 但也有人说,陈月不喜欢男人,这么多年了,她身边一个男人都没有,可不是对男人不感兴趣吗?陈月红唇勾起,冷冷地看着我,我不解地问道,陈经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陈月发现了,我在老板办公室,窗户哪里偷听了,如果真的发现了,怀疑我偷听工厂机密? 我就把她爹和我老婆偷情的事情说出来,反正楚红都不要脸了,我也不要脸了,到时候闹大了,看谁脸上挂不住,反正做错事的人,又不是我,陈月痴笑道, 你老婆和我爸,给你戴那么大衣顶绿帽子,工厂的人都能看出来,他们两个不对劲,你就看不出来。 我瞪大眼睛,没有想到,陈月竟然也知道,楚红和老板搞到了一起,看着我震惊不已的模样,陈月继续说道,你刚才蹲在窗户下面,是在偷听吗? 事情都说到了这份上,也没有隐瞒的必要了。 我点了点头说道,是,我是很蠢,昨天才发现的,我没有想到,你们竟然都知道了,他们什么时候搞在一起的。 我这个人很老实,安于现状,没有什么大的要求,就连坐上现场我都觉得不敢相信,只觉得是我运气好。 陈月冷笑道,他们在没有和你结婚之前,就搞到了一起。 我惊得从沙发上蹭的一下,站了起来,不敢相信地说道,这,这是真的吗? 陈月白了我一眼说道,当然是真的,你老婆在没有和你结婚之前,就被我爸给包养了,当时他怀孕了,抱不住了,才想着找一个老实的人接盘,而你,就是那个可怜的接盘侠。 我疼一下地坐在了沙发上,后脊被发凉,全身都在止不住地颤抖,我以为楚红看中了我的老实能干,却没有想到,我在楚红的眼里,只是一个可以接盘的傻逼,这也就算了,楚红生的那两个孩子,竟然也不是我的,我一下从天堂跌倒了地狱,我钻紧拳头,脸色铁青,咬着牙。 恨不得把楚红和老板那两个狗男女给杀了,陈月看出来我的愤怒,温生说道,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恨不得把他们两个给杀了,但是你能斗得过陈哲吗? 他在我们这个地方有权有势,你就算揭穿了,大家也只会当个笑话罢了。 我沉默不语,陈月看了我一眼,继续说道,况且,我妈死了,没有人阻挡他们在一起了,我爸早就想要把楚红和那两个私生子接到家里,让他们继承家产了。 我听完这些以后,更不解了,陈月,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难道陈月不想让楚红和那两个私生子进家门,毕竟老板也是一个老传统,不可能把这电气厂交给陈月,所以想让楚红进门,好让那两个私生子继承家产,他们一家人皆大欢喜,而我白给别人养二十多年的儿子。 我不甘心,陈月讽刺地说道,我告诉你,自然是想和你合作。 合作? 是啊,我妈因为没有给陈哲生出来一个儿子,一直不受他喜欢,在我妈的面前给楚红打电话,调情丝毫不避讳。 可怜我妈和她白手起家,不到六十多岁就死了,现在她竟然在我妈死了不到半年, 就娶她的情妇,还要把这电气厂留给她那私生子,我绝对不会同意。 陈月的想法,果然和我想的一样,那你准备怎么办? 你那两个儿子,好像还不知道这些事情吧? 是,他们两个还不知道,那两个儿子是被我一手带大的,品学兼优,人老是肯干,现在都有了好工作。 我有办法了。 陈月把办法给我说完,我不敢相信地说道,这,这可以吗? 可以不可以,你试试就知道了,想必你还不知道,楚红和陈哲准备将你做掉的事情吧。 你,你说什么? 楚红把你那两个儿子带过去,你肯定不会同意,他们已经想好了怎么害死你了。 怎么? 怎么害死我? 我也是无意间听到的,我录了视频,作为以后的证据,我也不知道,他们后面会不会按照这视频上的来。 说完这句话,陈月把视频打开,楚红和陈哲全身赤裸地交缠在一起,陈哲满身肥肉的身躯,压在楚红白嫩性感的胶躯上,抖动喘息道。 过几天,我会找个理由,把王超那蠢货,骗到川氏那鱼龙混杂的地方,找几个犯式的混混,把他杀了以后,你和我那两个宝贝儿子就过来吧。 我的家产都是要留给我的宝贝儿子的。 我看完以后,心都凉透了,夫妻同床供诊二十多年,没有感情,也得有亲情了,我怎么都没有想到,他竟然会这样对我。 从陈哲的办公室出来以后,已经临中午下班了,我回到线上的时候,楚红拿着打好的饭盒,笑盈盈对我说道,老公,你今天在老板办公室哪里和陈经理碰到了吗? 我知道楚红这是在试探我,有没有听到什么,我一切如常地说道,对啊,陈经理找我谈国外的胆子。 楚红看我脸色如常,松了一口气,我吃过饭以后,老板陈哲突然找我谈话,我进去办公室以后,陈哲看了我一眼,眯了眯眼说道,老王,你在这工厂做了也有二十多年了吧? 我心里一跳,想起那视频,眼神冷了冷,面上却一脸紧张地说道,是的老板,你也快到退休的年龄了,为我们这厂子做了这么多年的贡献,可以了。 我故作不知地问道,老板,您的意思是,川市郊区的分厂制造线的员工什么都不会,你过去一段时间教教他们,等他们运转了以后,你就回来退休,我再补给你几万块钱,作为你这些年的奖励。 我听完以后,暗自心惊,隔壁的川市和我们这个城市不一样,哪里治安不好,鱼龙混杂,还在郊区。 看来陈月说的都是真的,陈哲这个老东西,真的想把我骗到川市给弄死,陈哲见我没有反应,站了起来,缓缓地朝着我走来,他走动肩脸上的肥肉来回地晃动,油腻而又恶心。 我不懂,陈哲这样的人,楚红是怎么看上的,就因为他有钱吗?陈哲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老王,你是不是担心你走了?你老婆没有人照顾我。 我看向陈哲,陈哲没有看出来我眼里的愤怒,继续说道,你放心,我会把你老婆照顾好的,等你回来,我就安排你和你老婆一起退休,你们的孩子也大了,到时候拿着这几万块的奖金,还有退休金,出去旅旅游,多幸福啊。 我心中冷笑,这钱怕是有命证,没命花,我斗不过陈哲,那点录音也奈何不了陈哲,只能按照陈月说的去做,我点了点头说道,多谢老板的关照,我老婆就交给你照顾了。 我答应以后,陈哲很是满意,安排我们几个县长和部门主管,去大酒店要为我送行,吃饭的时候,我坐在老板的左边,楚红坐在老板的右边,我看到老板油腻的大手摸上了楚红的腿,我恨不得一酒瓶把他们两个砸死,坐在我身旁的陈月,看出来我的情绪不对,端起酒杯站了起来对我说道, 王县长,我敬你一杯,感谢你这么多年,为了公司的付出。 我转过身,对上陈月的酒杯,陈月给我眨了眨眼,示意我要忍耐,鉴别宴结束以后,我第二天就坐上了去往川市的飞机,在上飞机之前,楚红给我准备行礼,在我怀里娇声说道,老公,我舍不得你。 哼,真是可笑,都到了这个时候了,还在演戏,我假意地哄了他两句,就上了飞机,不到三个小时,就到了川市,我按照地址去了川市郊区的分场,我到了分场以后,就看到几个染着五颜六色头发的混混,一边抽着烟,一边盯着我看。 想必这几个人,就是陈月说的,陈者找的,刚从监狱里出来犯过事的人,这些人,犯过事,天不怕地不怕,只要前到位,杀人放火的事情,都能做出来,大不了再去做监狱。 我进了厂以后,制造县的县长走了过来,假意向我请教,然后带着我去县上,交给那些员工,其中那些员工,就有那些五颜六色的黄毛,我按照陈月说的那般,呵斥了几句那些混混,做样子给分场的流水县县县厂看, 因为陈月说过,这个分场的流水县县厂,是陈者那老东西,故意安排监视我的。 晚上下班以后,我一个人走在路上,就被那几个混混拿着菜刀劫持了,我清楚地看到了分场的流水县县厂,躲在树后面,拿着手机往我这里拍摄,我故作没有看到,慌乱地说道,你,你们要做什么? 现在可是法治社会,轮不到你们乱来。 哈哈哈哈,法治社会,你他妈的刚来穿市几天,不知道穿市是什么情况,敢教训我们哥几个,我们哥几个,不给你点颜色瞧瞧,还真当我们是吃素的了。 说着那几个混混,就拿着菜刀往我的身上砍去。 流水县县县长,看计划已经成功,可以交差了,就转身离开了,陈月从树丛里出来,拿过来两三个血袋,打开,把血泼在了路上,造成我被乱砍大出血而死的假象,把一件运动装扔到我的身上, 然后对那几个混混说道,你们把他身上的衣服脱了,换到那个假人身上,明天陈哲问你们的时候,您就说把他扔到了北江,被水冲走了。 那几个混混说着,就要上前脱我的衣服,我看着陈月捂着衣服说道,等会,等会,陈月不解地看着我,茫然地问道,你怎么了? 卧槽,这个陈月有毛病吧,我一个大男人,怎么也不好意思当着他的面换衣服,你躲一下,我去换衣服。 陈月听到我这样说,冷艳的小脸上,瞬间饮满了红韵,低声说道,谁看你呀? 他虽然是这样说,但在我换衣服的时候,还是躲避了,换完衣服以后,那几个混混接过我的衣服,然后就把那衣服套在了假人的身上,扔进了波涛汹涌的北江之中,那混混头子在把人扔进北江的时候,还拍下了一个视频,发给了陈哲。 陈哲那边电话立马就打了过来,他的声音有些粗喘,同为男人的我,自然知道,那是什么声音,老东西在和那个贱人在做不可描述的事情。 我不敢想象,如果不是陈月告诉了我,老东西和那贱人的计划,让我将计就计,我今天会有什么后果,说不定,在他们天人交战的时候,我就已经命丧黄泉了。 时至今日,我仍然觉得,发生在我身上的那些事情,就像是一场梦,我不敢想象,美艳温柔的妻子,会对我做出这样的事情。 陈月给了那些混混一百万,那些混混走了以后,陈月看了我一眼,冷笑一声说道,接下来就要轮到你出场了,认定死去的人,突然又活过来,会不会将他们吓得半死不活,完阴的谁不会啊? 陈月告诉我,他要让他父亲陈哲亲口供认出来,他对我做的事情,然后再让我扮鬼,将陈哲和楚红下成精神病,最后把这些证据交给警方,让警方去处置。 但是,事成之后,他继承公司,会给我五百万的补偿金,就算没有这补偿金,我也会答应,因为陈哲和楚红欺人太甚,就算我是老实人,也不能这样欺辱我。 老婆被人完了,还让我帮忙养他们的杂种,试问天下的男人,那个能承受这些,我和陈月悄悄地坐火车回到了京市,我们回去的时候,正好大半夜,陈月告诉我。 他父亲那个人,心思敏感,胆小多疑,半鬼吓他,让他把所有的事情交代,再加上那些混混的口供,一切水到渠成,为了演得更逼真一些,把陈哲和楚红下成神经病,乖乖地招供,陈月还让化妆师给我化了一个鬼妆,面色无清惨白,脸上都是刺目惊心的血,满血红血丝, 看起来可不急了,听陈月说,在我坐飞机去穿市的那天,楚红就马不停蹄地搬到了陈哲的郊区小别墅,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就是陈哲的郊区小别墅,我跟着陈月偷偷地上了二楼,他让我去主卧的阳台哪里? 装神弄鬼,他则录像保留证据,我埋伏在阳台后面,准备伺机行动,陈哲的卧室内,安静得有些诡异,我有些疑惑,难道这两个狗男女,没有在这个房间,说着我就拉开了窗帘,就看到了让我触目惊心的一幕,陈哲满身是血, 赤身裸体地躺在沙发上,他的下半身被人一刀切断,塞进了他的嘴里,他死不明目地瞪大眼睛,从胸口到大腿哪里,几乎看不出来一处完整的皮肤,都是触目惊心的血窟窿,我被眼前的这一幕吓得后退两步,这,这,怎么会是这样,陈哲这老东西? 不是把我害死了以后,就和楚红过二人事件了,怎么陈哲突然惨死,而楚红也不见了呢?可容不得我去多想,楼下竟然传来了刺耳的警鸣声,我惊慌失措,下意识地想要躲起来,可我还没有来得及躲,就被陈跃带来的几个警察按在了地毯上,陈跃哭着说道, 警察,我只是出了一次差,我爸就突然被人杀了,肯定是他,他老婆和我爸搞到了一起,他气不顺,趁着我爸睡着以后,把我爸给杀掉了。 陈跃哭哭得撕心裂肺,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多孝顺呢,而我在警察来了以后,突然没有那么紧张了,没有做过的事情,我相信警察一定会给我一个清白, 我配合警察根据调查,把我老婆出轨,我愤怒不已,然后陈跃找我,说出了他的计划,我又为什么突然从川市返回出现在陈哲的别墅里,全部交代的一清二楚,审问的警察看了我一眼说道, 可这里面,只有你最有杀了陈哲的动机,这话竟然让我无法反驳,陈跃是陈哲的女儿,陈跃撇去动机,楚红是陈哲的情妇,八部的陈哲不要死,他还想要荣华富贵,只有我,被人算计了的老实借盘下。 养了二十多年的儿子,不是我的,愤怒,失去理智,把陈哲杀得泄恨,也不是没有可能,我看向陈跃,他还在捂着嘴巴哭,我也越来越想不明白,陈跃在我去川市出差的这几天,一直和我待在一起,陈哲应该不是他杀的,因为陈哲的死相,看起来已经超过了八个小时, 而在陈哲死的前几个小时,陈跃一直都和我待在一起,他还说,要让我装神弄鬼,下陈哲和楚红,把他们下成神经病,把那些证据再交给警方,难道是陈跃在让我躲在阳台哪里准备装神弄鬼? 下陈哲的时候,他去卧室,先我一步发现陈哲死了,为了撇清关系,他先去报警,指认了我,我看向了陈跃,陈跃也看向了我,他冲我勾了勾嘴角,我更印证了我内心的想法,果然谁都不可信,但我不认输,我想到了什么,对警察说道,楚红呢? 我在和陈跃合作将计就计,假死脱身的时候,陈跃告诉我,在我出差去川市的时候,楚红就已经和陈哲搬到了一起,还有就是,陈哲的死相,从他僵硬的尸体来看,已经死了七八个小时了,别墅大门,哪里有我和陈跃一起下车的视频,哪里应该能够证明,我去到陈哲别墅不到半个小时, 陈哲就死了,我就算是神仙下凡,也不可能在半个小时之内,把陈哲杀掉,身上也不沾染一丝的血迹,陈跃听完这些震惊的瞪大眼睛,他大抵是没有想到,一向老实木讷的我,能把这些推测得这么有理有据,陈跃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陈哲说道,你的意思是,是楚红把我父亲杀了的,他一个女人不说,和我父亲这么多年的感情,还给我父亲生了两个儿子,好不容易熬到我妈死了,他不抓紧这机会,攀上我父亲的大腿,好好享受荣华富贵,何必想不开将我父亲杀了呢? 我冷笑一声,反驳道,那我就不知道了,你先一步,发现你父亲死了,为了不让警方怀疑到你的身上,污蔑我是杀人凶手,我杀没有杀你父亲,在前一个小时做了什么,你比谁都清楚 我这番话,把陈跃堵得哑口无言,警察深深地看了一眼陈跃,对我说道,根据法医和别墅哪里调来的监控显示,你的确不是杀人凶手 我听到这话,松了一口气,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警察跑了过来,对审问的警察说道,队长,我们在机场抓到了楚红,现在把他带到警局了 把他带到审问室,楚红是被两个警察压着过来的,楚红戴着帽子和口罩,穿了一身黑色的运动装,包裹得严严实实,到一点也不像之前穿的那么性感 楚红戴着,楚红戴着,楚红戴着,后退两步,惊愕地说道,王超,你,你没有死 我讽刺地说道,我没有死,你是不是很失望?楚红摇着头,泪水滑落,颤声哽咽道,我一点都不失望,我很庆幸,王超我从来没有想要害过你 我是被沉哲逼迫的,我把沉哲那个畜生杀了,给你报仇了,你没有死,太好了 这话一落,在场的人全部都震惊了,警察更是当即为楚红戴上了手铐 楚红也没有反抗,坐在哪里,把他如何杀沉哲,为何杀沉哲的全部过程交代了出来 原来在二十多年前,楚红大学毕业,刚到这个公司做文员的时候,就被老板沉哲相中了 老板下迷药,迷晕了楚红,并派下视频威胁楚红,做他的情妇 不然就把两个人在一起的视频发出去,让楚红鸣声扫地 那个时候,民风还很封建,一旦这些视频泄露出去,楚红的这辈子就完蛋了,无奈的楚红只好答应了老板 但不久之后,他就怀孕了,他想要打掉,老板不同意,就看中了我 让楚红嫁给我,给他们养儿子,楚红在和我结婚以后,想要和老板断掉 他说,他很喜欢我,我老是肯干,温柔体贴,在家里从来不让他做家务,可老板不同意 说,如果楚红敢和他断了,就把他们偷情,给我戴绿帽子 孩子也不是我亲生的事情,告诉我,不让楚红好过,楚红没有办法,只好答应 在老板的妻子死了以后,老板更是决定了要把那些事情告诉我 楚红不同意,老板下了狠心,计划着要把我杀掉 楚红表面答应,心里恨透了陈哲,恨陈哲毁掉了他,毁掉了他的幸福 整个工厂的人都在议论他,和老板有一腿 老板更是喜欢在办公室里玩花样,尤其是在他老婆死了以后 目的就是为了让我发现和楚红离婚,在陈哲决定把我杀掉以后 他也决定把陈哲杀掉,拿着陈哲的钱逃亡到国外 却没有想到,在上飞机的时候,被警方抓住了 楚红把这些交代完以后,对警方说道,我有陈哲威胁我,谋害王超的录音,这些事情和王超没有关系 说着楚红就从包里掏出了录音地给了警察,警察听完以后,一切真相大白 我和陈哲被无罪释放,楚红因为故意杀人,但是释出有因,被判了十几年的刑 在我和陈哲走出监狱以后,陈哲对我说道,没有想到,楚红那女人对你还有感情 我没有搭理陈哲,陈哲摸了摸鼻子,对我说道,我当时也不是故意的 我害怕警方怀疑到我的头上,一着急才会污蔑你的 这是五百万,就当是对你的补偿了 说着陈哲就把银行卡塞到了我的手里 我没有拒绝,这是我应得的 我没有问的就是? 我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